说起韩语中的恩爱夫妻 或许很大部分的网友都会想到玄冰和孙艺珍夫妇 这两人不管从哪一点来看都是极其般配的 在婚后两人还生下了儿子小范茄 更是让之间的相处变得更加甜蜜 也升级成为了三口之家 玄冰孙艺珍全家福一曝光 要说孙艺珍和玄冰二人很喜欢享受生活 即使有着繁忙的工作 他们依旧会抽出时间用来休闲度假或者参加朋友聚会 但在小范茄出生之后 两人就很少再晒出日常 或许他们的时间已经被新到来的家庭成员占领了 但在2月6号晚有媒体曝光了一张合照 其中的主角是玄冰孙艺珍夫妇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陌生的面孔 疑似是全家福 小家伙被包裹得很严实 不光身体上 头上也包裹着婴儿的棉毯 能够看得出其父母对于他是很关心的 小范茄眼睛随妈鼻子随爸 很明显小范茄还不知道什么是镜头感 他呆呆地直视前方 也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孙艺珍很小心地将孩子抱在怀中 用双手轻轻地护在其身后 动作很轻柔 不会给宝宝造成太大的压力感 稀奇看来小范茄的五官就像是玄冰所说 结合了他和妻子的样子 只见他拥有一双圆圆的眼睛 无论是形状还是大小 都跟母亲孙艺珍极为相似 而鼻子反而跟一旁的玄冰一模一样 虽然鼻头有些肉肉的 但已经能够看出高鼻梁的潜力了 女方脸色辣黄 能让小范茄顺利地来到世界上 其母亲孙艺珍是最辛苦的 她为了给宝宝最健康的状态 特地咨询了医生 在宝宝和自己之间选择了前者 她选用了顺产的方式 让儿子出生 但这其中要承受的苦难 远比剖腹产多得多 虽然玄冰在妻子生产之际 从国外赶回来陪产 虽然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依旧不能代替妻子承受苦难 在合照中 孙艺珍的脸色蜡黄 眼神也有些劳累的感觉 她没有像往常一般 画精致的妆容 而是随意扎发 戴着口罩 不管是孙艺珍还是玄冰 他们都为了小范茄的到来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他们是很棒的父母 相信一定会把儿子 培养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也期待小范茄会遗传父母的演戏基因 毕竟不能浪费这优良的美貌 后续大家能够在饮食中 看到她的身影 接下来说 宋忠基再婚当爸 亿万豪宅曝光 承诺只有爱的时候才作数 网友们还没从宋忠基和宋慧桥 双送离婚消息的伤心 遗憾情绪中走出来 却等来了宋忠基公布再婚的消息 并表示妻子已怀孕 自己已经成为准爸爸 据悉宋忠基妻子已怀孕数月 预产期在今年8月 很多人想知道双送离婚的真正原因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宋忠基和宋慧桥 从恋爱到结婚的全过程 音系结缘确定恋爱关系 2015年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正式开机 女主角宋慧桥比男主宋忠基大四岁 在剧中饰演情侣 2016年2月该剧正式上映 自播出之后 双送CP的呼声联名不断 大家纷纷表示 期待两人现实中也能够在一起 2016年9月 宋忠基经纪公司负责人表示 两人在一起拍摄《太阳的后裔》时 逐渐对彼此产生好感 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交往 大家猜测 两人的恋情却有此事 姐弟恋实锤 宣布婚礼公布婚期 2017年7月 宋忠基、宋慧桥二人通过经纪公司 宣布两人将于10月31日 与韩国首尔举办婚礼 10月31日双送举行世纪婚礼 半个韩国娱乐圈名人到场 祝贺 隐姓张子怡还在微博中晒出婚礼现场照片 并配文 这就是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样子 祝福 让网友能够同步感受 沉浸在爱情之中的幸福和甜蜜 11月初 宋忠基、宋慧桥现身韩国仁川机场出发欧洲 开启了蜜月之旅 多次被传婚变 双方多次否认 2019年2月 宋慧桥删除个人社交平台照片 以及全部的头像资料引发网友热议 被爆出婚变传闻 宋慧桥在出席公开活动时 左手无名纸上多次被发现未佩戴婚戒 同月经纪公司回应 报道不实 还是等来离婚消息 2019年6月 韩媒报道 宋忠基与宋慧桥已经协议离婚 宋忠基还通过其法律代理人公开表示 首先向喜爱我和珍惜我的很多人传达不好的消息 我感到很抱歉 两人都希望圆满地结束离婚程序 而不是相互地指责对方 韩媒体披露宋忠基没有通知宋慧桥 直接去法院申请离婚的 在递交离婚申请后一天 她才通过法律代理人告知宋慧桥 更令人狗血的是 宋忠基方人士还向媒体宣布 如果女方散布关于他俩婚姻的一切谎言 宋忠基可以公开一切 宋忠基方考虑不向宋慧桥申请精神赔偿 只求尽快地结束这场婚姻 二者婚姻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呢 我们不得而知 更令人不思其解的是 为何当初如此恩爱甜蜜的一对 如今会闹成今天的这般模样 令大家唏嘘不已 2023年1月 宋忠基官宣再婚并成为准爸爸 等待新生命的到来 韩国媒体报道 宋忠基和妻子是在其 与宋慧桥离婚五个月后交往的 很多网友一难评 刚刚离婚就这么快又爱上了别人 更有人觉得先任妻子和宋忠基 站在一起像母子 且呢 其妻子之前还有过两段婚姻 并育有两个孩子 加上宋忠基的孩子 未来二人将共同抚养三个孩子 网友还爆出 在去年12月份 宋忠基和新婚妻子 在巴厘岛参加朋友印度婚礼时的照片 发现其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小妇突出明显 宋忠基和英国妻子位于首尔 特别是江南区青潭洞的婚房 据悉江景汉江公寓 青潭洞1067 整栋共20层 仅售29套 每平米售价2亿元韩币 目前韩国最高 韩国艺人 阿优也花费了130亿元 购置了一套 建议金潭洞 属房产交易限制区 不能贷款 房产购买者都是现金全款支付 目前其妻子父母也住在这里 是纵中计划费150亿韩元 和8300万人民币购买的 夫妻二人也将在这里迎接 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我们无法评论别人的选择 也许现在的生活 才是令宋中基最满意 最觉得幸福的 不管怎样 两个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唯有祝福 宋慧桥新剧也一度冲上热搜 宋慧桥本人也成为 韩国片酬最高的女明星 两个人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上 溢溢发光 愿未来二人事业继续星图璀璨 带给我们更多优秀和令人期待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